刚才的提问就是说,在恩典时代不需要认罪悔改,但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都讲到悔改,这个已经清楚了,清楚说就是刚才我给你看的这个经文启示录二章五节,就是说你要回想从哪里最弱的要悔改, 行其初所行的是若不悔改有什么后果,将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,所以如果继续的在罪中没有悔改的话,就会将这个照会也除掉,然后不悔改,提示录二章十六节,神耶稣就用口证的剑攻击他们,所以经文是很清楚的,很清楚的就讲到这个, 必定要悔改,刚才我这个经文啊,我在刚刚给你看的,然后耶稣也警告这个三十八年病患的人,他说不要再犯罪,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,所以都说更加厉害, 其实在新约你看这个悔改,你用圣经的工具查悔改,你会看到很多经文的, 啊,让我找一些给你看啊,这是,耶稣开始传道,天国尽了,你们应当悔改,是不是,很清楚的,啊,然后,啊,我现在去,啊,这个刚才去马太福音,三章二十节,啊,三章二节,对不起啊,三章二节,啊, 啊,然后,啊,多次的传道都去讲到要悔改,然后路加福音十三章三节,十三章讲到什么呢,啊,有人将 比拉多将加利利人的写唱者在他们的记忽中的续告诉耶稣,耶稣就,啊,他们就说,你们以为这些人比加利利人比其他人更有罪吗,他,然后他说第三节, 路加福音十三章三节,我告诉你们不是的,你们若不悔改,都要如此灭亡,然后,啊,第五节也说,我告诉你们,你们若不悔改,都要如此灭亡,所以,这个圣经其实是多次的讲到悔改,啊,啊, 啊,对付罪,离开罪,这个是圣经多处讲到的,啊,从前犯罪的,这个,啊,我,啊,我讲这个经文,刚才我有说到这个经文的,就是讲到,啊,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的经文,啊,以福所书,四章,啊,这里说到什么呢,从前透切的,这个四章二十八节,从前透切的,不要再透,总要劳力,亲手做真正事,就可以有余分给,啊,那,缺少人,所以去讲到,你们以前犯罪了, 啊,现在不要再犯罪,要尊重人,所以,啊,如果你们想的话,我就会讲,啊,你看是星期天,或者是星期二是哪一个时候更好,去讲到这个,悔改的重要性,是不是圣经在恩典之中就不需要悔改,这是两个是同时存在,有恩典也有律法的,这个, 啊,啊,不同的经文都要讲到的,啊,这个,啊,这个,啊, 啊,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,你们个人要悔改,奉耶稣的名受洗,啊,都是,啊, 都是,啊,有不同的经文都去讲到,悔改的,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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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